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我是飛俠 今天就想和大家解開這個peak 迷一樣的Sizing 我原本就開43、9號半 這隻大到好像船一樣 原本買的那隻 因為我是香港買的 所以又沒理由走一走又退 雙十億的那些都是煩的 後來再買一隊 42回來試真點 42今次 我都未認真 到牆上跑跑跳跳 都是剛剛回來 已經拍給大家看了 其實這一款 跟我上一款買的,顏色有點不同 它的Sizing 買回42之後 我突然試穿下去 就發覺長度 然後呢,就開始對 接近了 都是好像長一點點 但就正常,好像跟正常的9號 US9號半很接近了 就沒有像龍船那樣長 我剛才很少 試過摺疊位 因為這次也是對的 這次也是對的 即是這個摺疊位是對的 即是穿到腳的時候 這個位是對的 所以它整整大了一個馬 其實你買PIT的鞋 最好是等了 有任何人評論 犧牲了 你才好自己去買 因為它真的很誇張 可以 我之前穿的那隻 它那隻跑鞋 即是那隻PIT的跑鞋 它又適合Size 我想其實42號半會好些 但43都穿得到 TP7也是一樣 亦都是43 穿到42 我想會太細了 但這款就不知 大得很緊要的 完全好像船一般的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長度都適合的時候 前面這個頭的上面 圓的空位是很多的 即是適合長度之後 你都是覺得 朗的前掌 因為它前頭這個位 可能太高 它做得 你要真的去到 都不知要幾肥的腳趾 才可以去到 這個面包裹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主要來說 這個面包裹 是做得不太足夠的 所以你只適合Size來說 它都有這個 前掌的問題 但是起碼摺疊短 還有 整體感覺良好 穿下去不會覺得 撞一下撞一下 可以解決了什麼問題 解決了鞋子 是否要綁得太緊的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 一大優勢來的 鏡頭一轉 我就去回我舊 即是43號的鞋 跟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要再補充一些什麼 其實呢 我都再試多了兩三次了 鞋子 主要來說 我覺得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雖然它大那麼多 你真的這麼粗 綁緊的鞋繩 它都跑跑跳跳 還是可以的 但是 就算是灰色這個款 都好 在室外牆 你會見到這些明顯 都幾容易 即是幾容易跡髒的 這隻面 我這個都是大家要留意 當然 灰色這隻面 我覺得是這麼多的型號 應該算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唯一一款 用了Solar Rubber 底 我剛才都意圖 擦過一下 這個Translucion Rubber 我猜 都是會跟這隻Solar Rubber 的Tractions 差一點 那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Solar Rub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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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試了幾次之後 發覺真的需要少少時間 鞋底 現在在打街場的時候 是真的 GREETGREET 聲響的 而它不僅是響聲的 你可以聽一下它的聲音 你會發覺叫聲 都非常之淒厲 Tractions 在室外牆 好像 打了兩三次之後 好像比之前更好 所以我覺得 他那個 BREAK IN時間 可能需要一至兩個星期 那 他的紋 我又覺得 打完之後 都是 保持得頗好 那他那個 不規則的太極紋 他不是人字紋 不是叫做 HERROM PATTON 那太極紋 真的有些驚喜 那個Tractions 雖然我都沒有去到 你見到我都沒有去到 打到什麼 內側上翻 那些 都有黑色的情況 但是 本身 我又覺得 他那個 就是各個動作 做出來之後 整個鞋子的 Formation 又不是說 變形變得很厲害 比想像中好 比 TP7好 那 鞋底的Tractions 亦都好像比 TP7 再優勝少少 這一點是值得 真的 大家留意 那 大家可以再看看 究竟 他的 緩震 方面 大家都會看到 後肘部分 雖然 這些位置 太極物料 是超級 軟 比你見過 在坊間 任何一款物料 都是軟的 但是 其實 雖然 這個 雖然 營變這麼大 情況下 他應該是 這一年裡 試過最好的 中底 設定 因為他的舒適度 真的 最高 但是 很多人都會說 營變得這麼厲害 是不是真的 都可以 為什麼還是最好的 中底 因為 穿下去 那個 舒適度 和那個 回彈力度 我覺得 已經是 在這一類型的底 裏做得最好 很多人都說 可能是 不夠彈 或者不多彈 其實他很有趣 太極的特性 就是 你到某一點點 他會特別彈 例如 你整個後肘 坐下去 然後你再用前掌 推的時候 他會多了一陣 彈力 他不是點點都那麼彈 如果你想試 太極的彈度 在哪裏 你試一下 用後肘 走到樓梯 你就會試到 碰到你的腦袋 所以他很有趣 他的彈性 和軟的程度 不是他點點都是這樣的 所以你要 真的要認真摸索 雖然 對於打籃球的情況下 可能你會覺得 有點難掌握 但是 在一些 關鍵跳的時候 的timing 我覺得他會給到一些 即是 extra的力量 不是去到 好像純粹 臨遠 即吸了震 就沒有了 這個可以自己慢慢試 我會覺得 這個情況 有些人說 太極 令到前掌的重心偏高 我覺得重心 反而不是偏高 在jumpsuit方面 我覺得是弱了的 明顯 可能是因為 但是他那個 我踩不到他的彈 彈給我 就變成他吸震的程度高了 我覺得 如果你純粹 在jumpsuit的 困難程度 加上鞋的重量 本身 不算太輕 那jumpsuit方面 是有點吃虧的 如果你是一個 純粹跑動型 需要jumpsuit的多 射手 未必是這麼適合的 因為 他那個前掌 可能吸到的動力 多於他 帶到比你的動力 這個是要留意的 但是整個中底的設計 以一個三十plus的人來說 我會覺得 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而他真的 帶上去 打球 去打 打Lead 都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因為 他這次 鞋面的formation 已經做了好很多 當然你是 買大了之後 你雖然綁到鞋子很緊 但是以TP7來講 幫你的鞋子很緊 你就是死的了 他這款 你強行綁著鞋子 你都不會覺得 他的腳面很痛 已經沒有了這個痛的問題 這一點 真的值得 真的值得讚賞 我覺得 是改良得幾好的 總體來說 我覺得 以500元 400元 500元 這個位置的籃球鞋來說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對手 真的沒有對手 以他這個中底科技 加上這個鞋子 Traxens 他一定有他的缺點 但是 以他這個價格位來講 你還想要什麼呢 一對Kairi買兩對 這已經是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 所以 我會覺得 如果你不介意 買一些 Nike Adidas以外的牌子 你真的可以一試 不過記得買小整號 千萬不要買跟我一樣的尺寸 完全不true to size 最少單足一個尺寸 這個是要留意的 今天 我想 至於這對 Lewis Williams 的Signature Suites 補充 就到了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我的channel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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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